當時來說 統一程序谷39年 秦國 楚國 齊國 大約是秦為民旺之前二十多年 當時三進 進國分裂出來的三個國家 趙 毅 韓 趙哥已經軟了一點 韓艾國 魏國和韓國 被秦國打到一棵輪 修如之戰 共斬他們 斬首八萬 所以 已經沒有了 剩下來很遠的齊國 因為近海有餘鹽之利 也文化高 因為孔子 魯國就在這裏 被他們兼聘了 所以這個地方 現在山東省叫齊魯大地 基本上 山東省就是齊國和魯國的地方 所以 如果說齊魯大地的話 自稱的是山東 接著 這是山東半島 好了 這個是楚國 地達文波 親併了吳國和漁國之後更加強 這兩個國家聯手 一個就是經過這個 這裏 雙於地 我們去過 現在是雙岳市 李教授 我們是素家吃東西那裏 有個很大的雙鏡像那裏 就在這裏 上去的山墨 我們上次就在這裏走下來的 一路上山 上到這裏 高地 我們去考古 雙軍 雙地 那個地方 而這邊也是 所以這一個地方是高地 這個山墨 誰拿到這一個地方的話 誰是隱隱然打坐 或者坐是宮巡的勢 看到嗎 所以 當時來說就是 坐經這裏 曲鬱 待會有個城 接著是過武關 有個關叫武關 武則天的武 就可以直入咸陽 那邊齊國 經過魏韓 下到這裏 打這個咸谷關 沿著黃河 咸谷關就是這裏 河南 山西河南 郊界那裏 所以 兩路是夾擊秦國的 我吸吸行危 而秦的出力在南邊這裏 四川省 巴淑 當時還沒拿的 在這裏打 由大將軍司馬挫 帶進去 這裏是正史 完全正史 你會看到張如和秦惠民王 一個軍 一個神 怎樣利用他們的滋謀 和秦國的貶錢 發揮到最盡 將這場危機化解 而這場危機化解之後 坐的本路是很厲害的 當時來說 收如之前之後 這兩個沒落 照在北面 也不是太過強盛 因為地廣 人稀 齊楚秦三足鼎立 曾經有一個短時期 但是 跟著之後 張如過來 搞定了楚懷王之後 楚國曾經派三次兵攻打 但是秦國主力回去了 三次重創楚國 從此楚國一決不振 最後楚懷王被秦國握去匯盟 然後 拘捕了他 扣留他 直至要死 才送他的屍鞋回去楚國 所以 現在我們講的歷史期 是非常重要 最重要的是 看看他的聖治智慧 是如何合中連橫呢 這個我們一定要學 一定要透視 剛才這麼說 是不是 雖然打得很強悍 但問題是百戰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 每次都打 不是啦 那要怎樣 鬼谷子的中橫之術 就非常有用 跟別人談判 跟別人猜來猜去 這個技巧是不是很重要 你每次都跟別人打架 他靠給別人 你的公司或你的部門 當然不是啦 談的嘛 所以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 我先回去說